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日前为抗议劳基法再修法,再俯前抗议,最后遭警方管制及驱离,以应不满警方做法,就以考量当前国家财政状况,总结预算为由,删减冻结警政署预算提案多达107案,还点名要删除警政署首长特别费预算18万元。 立委黄郭昌对此表示,就是要借由提案来凸显问题,宅神朱学恒则批评,此举和下流政客有什么两样? 宅神在脸书转贴相关新闻并表示,实力这种做法就是老子上街抗议,你竟然敢依法驱离,也不早点来让我们泡在水里,但因为动不了政府,也动不了假令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 因此这来删听命刑事依法处理的警察预算好了,看你们以后在我们违法的时候敢不敢动我们? 宅神批评,这种做法跟以前那些酒驾车祸想要找警察消单,不成功就威胁要删预算的下流政客有什么两样? 有种就去跟政府和柯文哲抗议啊,这就是拿立法权威胁行政权,彰显自己的不可侵犯,时代力量党虽小,却烈化得这么快,真是可悲。 本报日前报道,黄国昌曾在立院中新大楼办公室门口,呛警政署人士你们让我们在总统府前被泡在水里,接下来的总预算审查,我们会延审警政署预算,结果实力真的删减或冻结警政署预算的提案。 多达107案,律伪Killis Yataka 质疑此举事公报私仇,知情人士也直言,实力就是冲着警政署而来。 联合报报道,黄国昌表示提案就是希望能凸显问题,要求相关部会对于关键的重点说明清楚,而不是躲起来就没事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